今天很高兴可以请到台师大学习科学系大师的Eason 他同时也是Cohar矽谷新创的区块链工程师 非常欢迎Eason来到我们现场 欢迎 嗨大家好 我是Eason 那我的名字中文叫做疑声 那它有一个含义 就是宜然自得的提升自己 我希望自己可以不断的进步越来越好 相信大家都蛮好奇 Eason怎么样在大四这么年轻的年纪 就可以拿到矽谷区块链公司新创的offer 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区块链是一个怎样的技术吗 区块链是一个关于信任的技术 就是它在一个去中心化的网络上 来进行资讯的储存跟转移 那在这个过程中 它的资料是在一个没有人可以去变动的状态 那我在工作的公司Cohart 它的任务是要把一些艺术家的作品 协助他们做成NFT 然后呢放到区块链上 那我在里面的任务是负责处理 分润跟交易的合约的撰写 说NFT这是今年非常火红的词吗 应该很多人和我一样 还不太了解NFT 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区块链 可不可以用更浅显易懂的方式 讲讲看什么是NFT 它解决了什么样的问题 为什么需要这个技术 NFT它本身是一个关于链上的一个资产 关于你对一个数据的拥有权 记录在区块链上 那它透过NFT可以去记录 你这个NFT是由谁来创造的 那这个现在的拥有者是谁 然后你如果要对这个NFT 做任何的交易 那它会拿到版权分润的人又是谁 所以NFT其实是解决了艺术家不能在网路世界贩卖它的电子化艺术品的一个技术 它解决了这样的一个痛点 相信大家都蛮好奇的 一般人像我 像在座各位听众 应该大四的时候都要在学校 然后不确定毕业可以找什么样的工作 但你是怎样的小孩才可以在大四就已经拿到工作了 很好奇你的成长历程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这个别人家的小孩是怎么长大的吗 好 那我现在我的目标是我要提升自己过每一天 但是其实我在国中跟高中的时候是过得并不是非常的愉快 尤其是跟家人还有跟学校都没有那么的开心 举例来说呢 我在国一进国中的时候呢 我一入学第一个学习我就被记了两只大过跟三个小过 那差一点点就要被退学 那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反差这样 真的是很大的反差 所以你并不是从小就立志 我要改变世界 我要学城市的 不是 我从小只会整天想要打电动玩游戏这样子 那真的是蛮大的反差啊 那那个时候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 是网瘾吗 就那时候我有一些比较 亚斯伯格症的症状跟那些行为 那我在那时候就会比较自我中心 然后只会关注自己想要关注的事情 那当然在那个时期 就是我国中跟高中前半段的时候 就是会在玩游戏上 我那时候有很严重的网络成瘾 亚斯伯格症真的是一个大家蛮常听到的特质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除了网瘾以外 有没有造成一些blocker 然后影响你的学习 亚斯伯格症他其实在学习的时候是有帮助 但他也会有一些限制 就是他的很大的帮助 是他可以在我专心的时候 让我可以持续的保持在一个很专注的状态 然后很久 久到忘记时间这样 那他的缺点就是我很容易在 就是我只能专注在我特别想专注的事 那如果我在学习的时候 我做一些我比较讨厌的事情 像是我国高中很讨厌算数学跟读英文 那我在这个时候就比较难去转型 就会很抗拒 听起来是一个双面刃 但他无形中也对学习有些帮助 你刚提到王颖 在国中的时候花很多时间打电动 也跟家人有些冲突 关于这件事情 你有做过什么尝试去解决吗 这个事情我做了蛮多的尝试 那首先是我在国中的时候 因为我真的电动玩太多了 那我家人真的觉得很担心 就让我去看心理资商 那那个时候资商师他人真的非常的好 就他让我可以把我的电脑 就是玩游戏用的电脑 搬到他的资商所地下室下面 有一个空间让我去那边用 那我以后就是每天放学的时候 就是到资商所那边去玩电脑 那玩完之后再回到家里面这样 所以在家里就不会有电脑 那因为我国高中时跟家人的冲突 主要是来自我玩太多电脑 那家人看了很担心 就会念我 那念我之后呢 又会反驳 那就会导致一个冲突 那家人只要眼不见伪劲 就家里的氛围就好了很多这样 真的是遇到好的资商事 是 这样问题就解决了吗 其实没有 因为电脑不可能永远的放在资商所 因为我放在资商所 我到那边之后是 我高中的时候是我那边 会有一个大哥哥在那边当志工 那他们会顺便看 我要工作做完 我的作业做完 我才可以在那边用电脑 但我其实那时候脾气蛮硬的 常常会一直想要多玩一点电脑 那甚至还会偷偷把电脑搬回家之类的 对那就是 结果就是弃走不少大哥哥大姐姐 不过在我一段时间之后 到我高二的时候 我的脑袋已经比较成熟 那段时间之后 我就又把电脑搬回家 做全新的尝试这样 就尝试再跟家人一起相处 把电脑放在家里 其实最后解决的方法是 等到人的脑袋慢慢成熟了 更容易控制情绪 更容易学会专注了 然后就慢慢解决这件事情了 是的 可以这样说 听起来转列点发生在高二 高一这段时间跟别人有了冲突 有了亡影 它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对你的高中生涯 我觉得现在来看 我觉得高中最遗憾 就是我就没有花很多时间 在跟同学相处上 就是我跟同学就比较不熟 因为我专注在自己的小世界里 那时候主要是在玩 Minecraft跟斗阵特工 那就是整天都在想 游戏里的东西这样子 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玩斗阵特工的心得吧 听说你有玩到大师的牌位吗 对 在场应该很多人跟我一样 还是死同牌 同学你好 对 那时候我玩斗阵特工 是我高二 就是把电脑搬回家之后 才开始玩的 每天就是回到家之后 就玩大概八个小时 然后再上床去睡觉 那在这段期间 我就就是一直玩 那有人朋友组队就朋友组队 不然就自己去单牌 那就一直去练习这样子 那久了之后 我的技术就越变越好 那我也牌位就慢慢的上升 到了大师的牌位 可以这么讲吗 这是类似一万小时定律 或是刻意练习的结果 不管你是写程式 还是玩游戏 其实你都需要刻意的练习 你才有办法上精英上大师 没错 这是我在玩游戏里面发现 一直用到现在 我对我来说最宝贵的礼物 就是我发现 不管你要做什么事情 你都要投入很大量的时间 对 举例来说 最让我震撼的一个故事 是我那时候玩到大师 那我就有很多 也是大师级的朋友 那有一个朋友 他玩一个角色叫麦卡利 他需要操作一个走轮手枪 只有六发子弹 需要很精细的操作 才可以打到底人这样 那我有一个朋友 他就是神枪手 百发百中 我就跟他很要好 因为可以抱他的大腿这样 那之后我就有一次在 就是我们约好要团练之前 我就先去看他在干嘛 我发现他自己一个人 在那个训练中心跟AI对战 那我那时候就很好奇 进去看他在干嘛 我发现他就是一路在打AI 然后去练自己的爆头技巧 他就不断的练这件事情 这样其实蛮枯燥的 对 但是我就从这一点 我就发现说 原来他的枪法好 其实不是他天生就这么厉害 是他真的在背后 花了很多的时间 在练他的枪法 去练他的准确度 那我看到这个 我就会想 那对于我其他的科目 尤其是我自认 我不擅长的英文啊 数学啊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透过 投入时间去练习 然后呢 来让我自己的 就是那个成绩 或者是我的学业能力 可以提高呢 这样 那我就因此而去愿意花时间 再投入在我的其他科目上 并且其他科目在我付出之后 真的有得到相应的回报 这让我觉得非常的感恩 不管是游戏还是课业 其实课业练习都是通用的嘛 所以你要你要投入时间 你要像那个玩左轮手枪 跟AI练习一样 你要你要有人给你feedback 你要修正 这样才可以上大师 而不是像我 就整天怪队友啊 不配赢啊 送你下去啊 难怪我们一直卡在铜牌 那怎么上大师 刚刚Eason分享了 刻意练习 然后投入时间 才做一万小时定律 呀 真的是学习了 但你刚刚说 你每天回家 都会花八个小时玩游戏 终于练上了大师了 那这段时间 大家应该都蛮好奇吧 怎么会有人打low 还是玩斗阵特工 打比你好 写程式又写比你好 刻意又比你好 这怎么兼顾的 高中怎么兼顾学业的 我高中的学业 基本上完全是放推的状态 就是说出来 你觉得可能会吓一跳 就是我高中那时候 期中考成绩出来 我们类组有两百八十个人左右 那我的排名永远都是 那个最后一个人 这样子 就是我高中的成绩是垫底的 对 那我是后来在大学 我的成绩才慢慢的变好 那那段时间变好之后 其实我已经把游戏戒掉了 了解 真是蛮令人惊讶 所以你并不是别人口中那种 别人家的小孩 总是考得比你好 然后跑得比你快 电动也玩得比你好 但是这之中的转变 是因为你把电动戒掉了 就能够完成屌丝逆袭吗 还是有什么诀窍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不是戒掉电动 而是我那个时候就 没有需要玩这么多电动 我不是刻意的去告诉自己 我不要玩它 而是我那时候有其他的 就是我的休闲来源 或者是我其他的事情 是觉得我 对我来说 吸引力比电动还要大的 那这些事情就让我觉得说 比起玩电动 我更想去做这些事 有什么东西比电动更有吸引力啊 那这要从高二说起 高二的时候我去到教会 然后呢那时候有受洗 那那时候对我来说 其实我发现看圣经的吸引力 就比玩电动还要大 然后我就在学校午休的时候 就会都跑去社团的 那个社科教室没有人 我就在里面读圣经 这样 那之后也慢慢发现 有其他事情的吸引力 比电动还要大 像我高中的时候在练武术 那我发现说武术在那边练拳啊 然后呢 就是练怎么样的 搭好一个武术的套路 这些东西是 也是非常有趣 然后可以 就是 比跟电动是有得拼的这样 那在这段我找到各种 我喜欢的事情 那这段期间 我就慢慢的把我对电玩的这个吸引力 给分散掉了 本来有可能我对电玩的吸引力 是百分之百 我都是只想到 唯一的事情是要做 就是玩电玩 那现在可能电玩只剩百分之三十 然后到高二 高三就剩百分之二十 剩百分之十 那到大学之后就剩连百分之五都不到了这样 那上了大学之后呢 已经有了分散的 有其他的兴趣 然后也没有那么重度的网影了 上了大学是怎么样的变化 让你慢慢踏上区块链工程师的道路 这要从我大一的时候说起 就是我在高中的时候 其实有先去接触了一下程式 那那时候我是去上台大的资讯系统训练班 而且我学的是C语言 就是非常的硬 那我学完之后的心得就是 我以后不要做工程师 对 你可能很难想象 那我就 我甚至决心强烈到我那时候 把我的类组从二类组转到三类组 我那时候想我以后要读神科这样 就是很不幸的是 我那时候大学申请 神科相关的科技其实都没有上 那反而是我上了在师大的卫教系 那我就想说 那就不如就去看看 那这样子到了师大的时候 我又重新拾起了对城市的兴趣这样 真的是上帝关了一扇门 会再开另一扇窗 对 而且这扇窗其实比原本的门还要大 还要大很多 是是是 C真的是一道非常难跨越的门 那很高兴今天这么多听众来听 Pycon的节目啊 Python是一道比较容易进去的窗 欢迎欢迎 是的 没错可以这样说 那我到大学之后呢 其实我一开始也是有去修 那个程式设计相方面的课 但是我那时候因为以前已经有学过 所以我那时候程式设计老师教的 我就发现太简单了 那我就去问 我那个时候在社群上有认识一些前辈 我就问他们说 我发现那个学校的课好简单 我觉得真的学不下去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精进我的城市 刚好那个前辈 就是在我工作的第一间公司当技术长 他叫Kaede这样 他在那边当那个区块链的技术长 他就邀请我到Phil去做实习 那这是我第一份找到跟 就是我现在的工作有关的工作这样 这是有贵人相遇呢 是的 没错 那我一开始去做实习的时候 是就是没有任何的薪水 就是去学习的这样 比较多 那做到后来才慢慢的有一些收入这样 然后也是边做边学 那时候就去学各种的语言 像是我会学Python 然后我会学AI 我会去学区块链的一些 像Solidity 它是怎么撰写的这样 真的是蛮大的转变 你从高中每天回家 花八小时玩游戏 到大学甚至可以接受 不知心的实习 然后开始学区块链 学AI 这对现在蛮多大四的学生 包括我在内 我大四也没有从时学这么多的领域 那这边有没有什么样的思维模型 或是软实力 你觉得是大家可以借鉴的 有办法学之后 变成你这样的别人家的小孩 其实每个人都是要 第一个就是每个人都要做自己 就是你自己想要做什么样的道路 就是要做好最好版本的自己 就不用去想到说别人家的小孩 像我那时候也是 说到写程式就有人问 你是不是要当贾博斯二号 我说我没有 我要当陈医生一号 我不是他的替代品 我就是医生 对 是的 那我那时候在大学 有一个习惯 我觉得培养出来之后 是非常的珍贵 就是我会去做记录 然后呢 我会去记持来调整 自己的学习策略 对那这个方法呢 其实跟我们前面提到的 刻意练习很像 了解 怎么样的记录方法 有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 那个时候我会用几种 第一个是我会用代办清单 我会去记我现在有哪些事情要做 然后我又有哪些事情 是我准备要做的 然后我会去看说 我这些事情 我要哪些事情优先 哪些事情在之后 而我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呢 我会用我的第二个记录工具 就是我会用我的番茄中 去看说 我每次专注25分钟 或者是 其实我一开始 根本专注不到25分钟 我一开始的番茄中 只有10分钟 那我就先看 我这10分钟 我能做多少 那之后呢 我再评估说 那我这个事情 我大概有什么方法 我可以让我在 我在这番茄中的时间里面 可以做到更多 这样子 那不断的去改进自己 Eason给有一种感觉 就像Lifehacker Lifehacker这个概念就是 你把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当做程式体 然后你用骇客思维的方式 去想办法解决这个系统 比如说他刚前面提到的 我在玩斗争特工的时候 我怎么练这个左轮手枪 我怎么运用刻意练习 他们就用一个系统性的思维 然后尝试去找AI 第一次对练 不断的练甩枪 不断的练你的左轮手枪 那他可以同样的把这个骇客思维 搬到 搬到你刚刚说的 番茄中 搬到to do list 所以其实生活中的所有问题 不管游戏也好 课业也好 都是可以优化 都是可以去改进 然后用刻意练习的方式去做的 真的学习到蛮多的 是的 那刚刚那边讲到 就是我那个时候有代办清单 那我主要是用trello去记录它的 那我就会去看说 我那时候有哪些事情 是我真的很急着要做 然后呢 或者是哪些事情是真的 虽然它在清单里 但其实它没有那么重要 那我也会学到说 哪些事情是我的优先顺序 这样子 刚刚讲到做记录的部分 比如说trello 比如说番茄中 还有没有哪些记录的小技巧 可以跟大家分享 对 我觉得是你要去发展出 最适合自己的记录方法 像我会观察到说 我自己点子最多的时候 其实是在我洗澡的时候 跟我睡觉 就是躺在床上 但是还没有睡着的那段期间 那段期间 我其实点子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我就会发现说 那段时间 我其实很难去用手机去记录 就是用手机 我又要打开萤幕 又要打字 然后就接触很多蓝光 然后就更睡不着 那那是我不太希望发生的 所以我就会选择用录音 去做记录 那我就自己写了一个 Telegram的聊天机器人 那它可以去 就是把我的录音转成文字 那因为它是 会同时也会保持我的录音 这样 那我就可以 在每天睡觉的时候 我就想到什么事情 我就去 把我的聊天机器人打开 然后呢 我就去把我要讲的东西 录下来这样 对 那之后我就很多 很重要的点子 包含我的论文的一些 核心的研究问题 或者是我最近的一些 重大的决定 那其实都是我在睡觉前的 那段时间 我把它录在聊天机器人里 隔天早上醒来之后 就会去看到 那就决定坐下来了这样 Eason讲这个灵光乍现的情景 应该蛮多人都 都心有戚戚耶嘛 那这边有一个理论可以分享给大家 叫蔡加尼克效应 就是为什么你会在脱离之后 突然灵光乍现 不管是睡觉 或是洗澡 其实人虽然不在主动思考这件事情 但是在你脑中的潜意 是其实脑袋是不断在运转的 那有一个人叫蔡加尼克 他是一个心理学家 他就发现说 服务生在餐点还没有上期之前 永远都记得那一桌的客人 点了什么 那就是因为这件事情 一旦有人跟你点 我要什么什么菜 我要什么蛋糕 它其实会不断存在 人的潜意识里面 直到蔡上期了 他就会被清除 所以其实Eason是 不断在生活中 去实践这些心理学 或是学习科学知识 不愧是学习科学系的专家 Lifehacker 说到学习科学 其实我还没有 很正式的介绍到我的科系 那学习科学呢 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Learning Science Learning Science 那它就像Computer Science 它是专门研究Computer 那Social Science 社会科学是研究社会的 那Learning Science 它从顾名思义就可以想到 它其实是一个研究 Learning的科系 那我们会去研究 如何去做学习 对 那因为我们是一个 就师大一个 比较新的科系 所以我们会去 就是把城市 科技跟教育 结合在一起 然后来探讨 怎么样可以 最有效率的学习 或者是创造出一个 最能帮助学习的产品 这样子 这是我们科系 在做的事情 了解 原本书叫 Getting Things Down 跟你提到的蛮像 其实 总而一言以蔽之 都是我们怎么样去 把你的问题 你的任务做分类 然后设定好的priority 然后更好的去过你的生活 是的 真的是live hacker的思维 太有太有收获了 刚提到 网络成宁在你上大学的时候 然后还剩下5% 那这5% 对你的生活 有什么影响吗 这5% 其实对我生活 影响蛮大的 就我在大一的时候 我就会 选择把自己的笔电 换成很烂的笔电 就不能玩游戏那样子 然后我把我的 就是电脑 我的那台 玩游戏 很高级的桌机 就搬到地下室 去藏起来 就是不要让 自己能够看到 那台电脑 那就是把诱惑 搬离一眼前 那就可以让自己 比较不会去陷入到诱惑里面 真的是很实用的 小技巧 像去年那本很火的书 原子习惯 好的习惯 让他显而易见 比如说你写了 Telegram的机器人 我今天灵光乍现 我随时可以记录 让好的东西 让你唾手可得 可是坏的习惯 比如说 比如说电脑 比如说网影的 其他3C产品 我想办法放到 智商所 我想办法 把电脑降级 我想办法 让我不容易碰到 这些坏习惯的产品 坏习惯让它看不见 好习惯让它显而易见 真的是非常有用的建议 谢谢 是的 对那在之后呢 到大三大四 我甚至就把电脑 搬到学校的研究室 就是因为我有 跟教授做研究助理 那我就跟着 把电脑放在教授那边 然后就跑 那个Ubuntu的作业系统 然后跑我 写了一些Python的服务 你知道 那就电脑完全的 递我远去 然后就 那我现在电脑 也就都不能玩游戏 那我就真的把游戏 就是戒掉了这样 就不会玩游戏的这样 了解 好 那我回家也把我的电脑 放你家好了 还有没有别的 别的soft skills 是你也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在你大学的时候 突然有的一些新的习惯 刚刚的那个批判性思维 也就是我们说的 要去刻意的练习自己 去改进自己 我还有一点想要特别补充 就是我有提到 我一开始的时候 我只能专注十分钟 对 那我那时候就真的 就是我就让自己 想办法在这十分钟之内 有最大的产出 像我大一的时候是 要读课本嘛 我就想说 我在这十分钟内 我要看最多页的课本 那我就会来想办法 看说在什么样的情况 我看课本可以看最多页 而且吸收得最好 那结果发现说我在图书馆 而且戴着耳机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 戴耳机的时候 结果可以很专注的读书 这样 那我就把自己带到图书馆去 然后让自己有一个最大的产出 那这点到现在 就是我在写程式也很有帮助 因为写程式其实是一个 大脑在工作的行业 它是有点贵金不贵多 这样如果就是一直写很多 那其实有时候写出来的品质 就没有那么好这样 所以是真的会把生活中的问题 当做系统性的去解决 比如说我午餐想睡觉 那我怎么样可以让下午的工作效率更好 发现你要睡午觉 充个电 对 没错 就是我千前有跟主持人聊了 就是我在睡觉的时候 我睡觉是每天一定要睡满八小时 而且我午休一定要睡一个 大概睡半个小时左右 这样子我才可以有一个好的精神 来面对下午的事情 那这是我经过不断的去监控自己的 学习状况之后 找出的一个最佳策略 最佳策略 是的 真的是把生活的每一道难题都当做 数学题在解 怎么样让读书更有效率 我去每个地方试试看 发现在图书馆最有效率 怎么样让下午更有精神 我发现我要睡多长的时间 我都把数据量起来 那我不断的迭代 不断的迭代 你的生活就跟现在的 machine learning model一样 是可以被train的 是的 我们就这样总结 有一本书 刻意练习给过这样总结 我觉得跟Eason的生活智慧 非常接近 刻意练习那本书 三F原则 Focus Feedback Fix Eason怎么样的专注 我们练大师 你要每天回家练八小时 不断练甩枪 Focus 你要别人给你feedback 你要怎么样做feedback 你要记录 我今天睡多久 我效果好不好 我今天在 西马克工作 我今天在 图书馆读书 效果怎么样 我别人不断的给我feedback 我不断的用番茄装做记录 最后我Fix 我就可以练上大师 我就可以在大学的时间 我就把Solidity学会 我就把machine learning学会 刻意练习 非常有错过 对那这个Fix 就是我会去重新的调整自己的策略 然后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 学习了 活生生的Lifehacker 还有没有 别的Soft Skills 是你觉得你在大学中算是受益匪浅的 今天想要跟观众分享 有一个很重要的Soft Skills 是我最近跟教授有聊到 他觉得我是他遇过一个很积极的学生 那我就在很多教授眼中 我都是一个非常积极勇敢的学生 那他们也因此就会非常的喜欢我 那其实我这个积极勇敢是 我在一本书叫反脆弱里面有读到 就是他说你要在你遇到一个很糟糕的事情的时候 你要去想象最糟的情况 就是你会很害怕一件事 比方可能很害怕去提一个工作的 就是写那个工作的履历啊之类的 那你就想象最糟的情况 那之后呢就可以去发现情况 其实最糟就那样 你可以接受 那愿意去面对 那就可以去做了这样 那这件事情就帮助我很大 像我就是我现在不仅是在区块链新创当工程师 我还是学校的研究助理 而且我其实我当过七个教授的研究助理 那这些研究助理是非常的多 那我那时候会有这么多研究助理 就是我一个个去问 就我看到这个教授的题目 我有兴趣 我想了解更多 那我就会去问他说 教授你有没有在找研究助理 然后呢我有这些技能 我有Python的技能 我有机器学习 我会写网站 我会写区块链 你有没有需要这方面技能的人 来帮助你的研究 那他们很多教授就会有相关的需求 那我就可以找到一些 就是可以糊口的收入 然后同时也可以 在对他们的研究有更多的了解 去问的时候 有没有吃过闭门羹 或是遇到什么挫折的 其实我后来发现 教授其实对学生这种积极都还蛮友善 所以最糟就是跟你说 现在没有这样子而已 他不会真的就说你 你这么烂 怎么可能来帮忙之类的 这种我想象的最糟情况 从来没发生过 了解了解 所以其实机会是 你去问就有可能有的 那像我们这种 我真的觉得我很烂 然后我不敢去问 其实我就损失了 是的 就是问了 就算他说有 那你之后再拒绝说 抱歉我有点忙 我没办法帮忙你这样 那其实对你也没有损失 就问不管有没有拿到 对你来说都是只赚不亏这样 你甚至还有赚 你至少多了一次 算是谈判的技巧 然后教授可能会给你一些费备 你可能还需要哪些技能 你才可以进到我们实验室帮忙 是的 所以其实还是有赚 反脆弱真的是一个挺有趣的概念 什么叫脆弱 比如说玻璃杯掉地板 它碎掉 那是脆弱的 但是如果你去问教授 失败了 这个球还可以弹起来 你还有赚 那我一点都不脆弱 我甚至有赚 所以你去问教授 像Eason这样主动去问 我们一直很担心 被拒绝很丢烈 其实你有赚 你有更多谈判的机会 教授认识你这个人 那如果他答应了 你还是赚 怎样都是赚 所以我蛮后悔的 当初没有踏出这一步的 反脆弱正是挺有趣的 的mindset 感情也分享 酷 那还有吗 还有没有别的 想要分享的soft skill 对 那我想要再多分享一下 自己的就是积极勇敢 这个部分 就是除了你要踏出这一步 那这是勇敢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是要积极 就是我会去思考 像我刚刚有提到 我在找教授之后 我还说我有什么技能 可以帮助到这个教授 那这些技能都是 我做起来是 对他来说 就是我有比较利益的 就是我做起来 会很有效率 可以帮到对方 那这些每个人 都有他自己手上的 比较利益 或者是说自己的一些 特殊的手牌 那我会去思考说 我自己的手牌 可以怎么样的去做 排列组合 然后还有就是 那这个教授的手牌 又可以去做 什么样的排列组合 那也许可以拼凑出一个 最有价值的一个成果 这样子 那这个就是一个 对我来说 我觉得积极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要去思考 各种可能性 然后呢 并且逐一的去探索 听起来像是一个 挺有趣的谈判策略 有点像是 全球贸易这样 为什么代工要给我做 因为我跟你做 跟你相比 我们国家人力成分比较低 我有比较利益 所以我可以用 你可以用同样的策略 去跟教授谈判 而且听起来 你刚刚有用了同理心吗 教授为什么会需要用我 这样的研究助理 所以这是谈判的 第一个要务嘛 先同理对方 是的 然后站在对方的角度 都在分析用我 那你可以有什么好处 你有哪些比较利益 挺有趣的 感谢 那我们今天要做个总结吗 今天Eason 很高兴Eason跟我们分享了 两个很有用的soft skill 第一个前面一直提到了 如何上大师的刻意练习 首先你要遵照3F原则 前面再讲了嘛 首先你要focus 你要花八小时 专注在不管是游戏 还是课业上面 首先你要先focus 是的 再你要feedback 你需要有人做记录 你可以用trello 你可以用番茄钟 你可以用任意的方式 去记录你在不同时间点 读书或是工作的表现 最后你得到这些数据 你不能放着就不管了 你要fix 你要真的拿来调整 你的游戏策略 你的读书策略 你的生活节奏 你才可以真正变成大师 游戏大师也好 生活大师也好 这是第一个刻意练习 第二个 Eason跟我们分享了 反脆弱的心态 什么样叫反脆弱呢 你先思考一下最糟的情况 如果最糟情况是你可以接受的 甚至这件事情 就算你被拒绝了 你还有赚 那其实你不管怎样 都是还是有收益的 你可以从教授拒绝你当 研究助理这件事情收益 非常特别的概念 第三点 我想要 是我从今天访谈 从Eason身上学到 我觉得是终身学习 这个词非常适合Eason 你看他不断的在大学里面 学习各种领域 比如说他还有发 忍机互动的论文 他跨了 他学了blockchain 他甚至也跨了machine learning的领域 真的是不断的 依然自得提升自己 是的 很高兴今天可以邀请Eason到我们的节目 那今天的内容 我们会同步上到 PiCon的Podcast平台 叫PiCats 以及我们在7月30当天 会有live的QA 所以还没有订阅 PiCats跟PiCon YouTube channel的人 欢迎开启小铃铛 订阅按赞分享 那我们再次感谢Eason到我们的节目 谢谢 给你 对 好